我們今天的時間是 時間的稍微掛了一段時間 因為晚上都有機會就是 我們自己的朋友跟媽祖才的鄉親 大家可以有比較多對話 我先簡單做一個很簡單的介紹 其實是一個大概的簡介 其實觀音媽祖父祖田 是我們現在正在要進行的書 會去談到媽祖田的一些信義 還有我們地方上的人事實地物的一些小故事 我們今天在場有很多都是我們不同天章的作者 大家也可以多多給我們一些意見 龍脈與清泉的三菱形是兩年前 我們在執行文件會現在文化部的一個 一個社區田野調查整理的小冊子 龍脈是因為我們這裡有水 然後有山 那這裡又叫龍脈 所以我那時候大概用了一個 各位也可以看到我們這邊 生態環境 整個維持的狀況都很好 那這個是我自己寫的一些文字 想說就先聽這個年輕人不是年輕人 終生代表收一個 就是對我來講這個地方其實我們的土城 這裡是在土城跟三峽交界 那媽祖田有非常豐富的故事 那我自己本身我們是頂埔國小的校友 我們對這個地方最有印象的就是我們國小 我們每年一度的遠足都要來這裡 這如果是我們頂埔國小的校友大家會知道 那在我們當地主要就是我們剛才集合的慈安宮 那我們待會兒會去的善行寺還有下午也會到的福安堂 這是我們地方上就是歷史也比較久 然後對當地人來講大家有共同的認同的我們的宗教信仰 那當然我們也因為面臨到了一些問題 那我們也透過社區營造大家再努力要守護我們三百獎的家園 那這個就是我們會經過的幾個地方 右下角這一張就是我們今天剛才到的慈安宮 那其實是最近才搭起這個棚子的保護 讓大家這樣拜拜才不會去阿中 那這裡面李老師、榮台、綜藝信先生 就好多關心村子裡面的朋友都持續的在做努力 然後這個是我自己有一點比較是用 大概那個路線是這樣 我們鼎谷國小是在中央路四轉 那我們大概就會從鼎谷國小出發走過馬路到西頭路 沿著西頭路再穿到中央路底 然後進來龍泉路 這個其實是我們這邊大概的環境 所以這是一張導覽圖 各位大概可以看得到 左上角這個地方就是我們路口的中央路四段 那這一條主要的線就是龍泉路 我們中央路四段進來龍泉路 蒲安塔 蒲安塔 對不起 因為這個畫面投影的比較小 我們會經過蒲安塔 然後扇西寺就是在我們右邊的這一個點 是我們這一代的製造點 那其實因為有非常多人會來我們這裡散佈遊慶 那這裡其實有十八羅漢岩 其實如果是走路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這邊的石頭都有它非常特殊的造型 那這個是待會我們從扇西寺往山下看 就是周圍的環境 就是待會各位我們要到扇西寺那邊去喝茶 那對我來講這個是我從我爸爸這邊問起來的 我爸爸就說他們小時候都要批要來福安航這邊 因為他們都去管他們做客人 然後做客人就是說到那個十六歲成年之前 每一年都要來餐餐了 這是我從我爸爸這邊聽來的 所以可以知道說在我們地方上 這邊的信仰其實是跟我們非常息息相關 那我自己就是民國六十四年 我爸爸買一個剛剛跟大家講 現在被一堵牆圍得很高的那裡 那我們家其實我爸爸載我來 他去挖毒所 我就是去龍泉溪老蝦子 我就是去這條的 可是我就覺得說在龍泉溪的那個回應對我來講很重要 可是我也必須要承認就是說 雖然我們算是家鄉的子弟 可是其實過去我們比較不會有機會去了解 因為可能是長輩在跟慈幼宮有一些官司 甚至他們那時候有組了協會 有一個自然資源保護協會 可是那時候我大概是我國中的階段 那一直到我二十歲的時候 我有做夢夢到慈安宮 所以我覺得說可能我們大家都 包括我們家裔的朋友 你們也主要來幫我們收聽的 打一支紅粉給你們教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沿著龍泉路進來慈安宮 剛才有講到我們龍泉溪很特別 它還有鳥康、有湖穴 那這個湖穴在我們幾個地方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因為這個是屬於水 非常沖刷才可以造成這種地址 那其實我們過去幾年 就是除了我們自己有組織協會 也會去跟不同的單位去結合 這是我們譬如說之前有上相關的研習課程 這在活動中心 這在普安堂 那左下角這一張是我們社區的長輩提供的 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慈安宮 是因為高速公路要蓋的時候 從原來比較就是西頭路那一邊 再遷到現在的這個龍泉路上 那這是以前的照片 就是以前的慈安宮是那個紅磚的柱子 愛月提供的 那在前年的時候我們就出了一個小冊子 左上角這一位綜藝信先生 他等一下就是我說有那個百年茶園 就是他們家會跟大家來聊 那這裡是普安堂 這邊是舊堂 然後這是那個龍泉老人 在石頭上面活著還有靜氣養神 我想就是要請李老師還有龍台 跟我們大家多一些介紹 我們會帶大家實際去走一走 那這裡其實我們媽祖田進來也跟一個水利工程 大安郡大安郡的開早很有關 那這個是老照片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海星宮已經被撞壞了 然後有重蓋過 我們這個是好像是去年被撞的 那個燈之類 所以這個是舊的啦 因為我比較喜歡舊的那個感覺 它裡面供奉的就是土地公 還有那個水星星君 然後就是在撞頭 那左邊這一條就是溪頭路 聽說以前有重蓋的兩間 就是以前那個我說我們有那個做渡輪 所以溪頭撞的頭嘛 有蠻多的還蠻熱鬧的 剛才群州有說以前過年 以前這邊有兩百多部 說過年的時候光賭場就有五個地方這樣子 這個是一個指標 看這個地方熱鬧的 來,我放這一招就是綜藝線 然後我還有 我們其實前面在做燕如 嫁到日本的我們台灣女兒 他幫我們做了很多資料 其實重點我是要放旁邊這個 因為他弟弟結婚的時候 他今天不能跟我們一起來的冥峰 我昨天有跟冥峰見面 他有要問候大家 那這個就是工生茶園的茶 待會各位會喝到的茶 我想我其實很快的去談說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是因為我們大家會講到說 我們有很悠久的歷史 可是我覺得必須要承認一件事情 就是過去我們對於這種資料的保存 或者是分析 其實說真的大家都比較沒有那麼的重視 或者是說有限制 那也很感謝就是 李長俊老師還有我們台這幾年 其實在幫我們去把這些資料整理 爬書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至少讓更多人可以知道 到底發生些什麼事情 這是我們在努力的 那在年底的時候 就是到時候來輕鬆說表會 我們鬧一堂過來這樣 好 那這個是我們之前出的那一份折頁 各位 我們短短的一條路有二十方間廟 而且拜的你看 祖地公關於佛祖耶穌 順水娘娘五入財神 觀聖帝君媽子 廣哲尊王地藏王菩薩 五年千歲釋迦牟尼佛 古公三皇 福祐帝君開山祖師 來各位 大概我們想的到的神 大概在我們這邊都可以拜得到 都可以有一個朝聖之旅 可以來到我們媽祖田 我們也許可以發展我們的特色行程 那各位剛才我們集合的慈安宮 其實 那上面這個 這個 它算是相錄牌 它其實就是 應該是 我們以前是輪流 就是這一個牌 到你們家 輪子你們就要負責整理收編環境三天 以後再給下一個人家 所以我們比較是那種 樓住一關神明會的組織 比較不是說就是一個 一開始就是有一個慈安宮 這樣子的 那這個其實是我們 這個 這是 就是早期的母親就有去談到 在這邊已經住在當地的人的家族的背景 那今天也很高興說我們有來自嘉義的朋友 因為也是陸陸續續去整理資料 其實日治實習啦 因為群州家就有提供說 是阿嬤是不是 是嫁過來然後也有跟著到去進鄉 這個是北港的那個鄉火 那 就我們陸陸續續 很多資料其實都是這幾年 陸續續把它找出來的 那也很希望說 像這裡有 麻煩牌香火袋 還有我們進鄉的旗子 所以還好我們家都有把它收集起來 可是這些本來在家裡 可是沒有特別去提到的時候 其實不會去把它找出來 然後去做整理啦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關於這種文史資料為什麼很重要是 某某有一些價值它是必須要大家去重視跟 跟試試看都可以做怎麼樣的理 尤其現在很多訊息 那我自己一直覺得說 能夠有一些機會我們在社區裡面做 那也希望說大家可以多多給予我們媽祖田的鄉親 一些鼓勵 好我很快的講 因為我覺得重點就是 各位來到這裡就要聽我們在場的 我們的村子裡面的支持我們的朋友 然後互相交流 待現在大家吃飽快說一下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是要先到散席寺 然後福安堂再到慈安宮 以上很簡單的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他們來自哪裡 他們一種一直保有的一種信仰去追溯他們 不是說要去找他的祖祖 要去找他的 他們來自哪裡 所以這個歷程就變成是在印金 他們過去多久以前 就來到這裡的一種信仰圈 一種開啟地 而這個就變成 我個人這樣明顯 他就變成一種在做判定 今天這塊土地被認為是新莊 我的石油公 石油公 石油公 可是他們自古以來去拜好的廟 卻是幫北港媽祖 我們沒有去新莊石油公 所以這個就很掉鬼 那為什麼這塊土地不是北港媽祖廟 所以反而是 所以這個過程其實是很矛盾 那這個矛盾必須再拉回 跟那個開啟地的那種後方 然後那種從古到頭 所以這一個土地要拿到土地權 不是很困難 但是至少用這個可以斷定他們的信仰 他們的古特性 他們跟新莊的現在既有的那種土地搜尋者的關係 是讓人家搞不清楚的 是沒有那種淹源的 因為李老師找到那個日治時期的土塵莊石 就有談到說 那個這邊的拜拜囉 其實沒有講到新莊石油公 但是會講到會回去北港參拜這些事 也是因為從這樣才去追 真的有相關的這個相揮呀旗幟 是啦 所以真的就是文獻的資料和看譜跟哲理 不過這個要 他必須要依解那種開啟地 那種百年來或者甚至幾百年窮的事 這個比較 那整個概況 我只能講一個梗概 就是說 慈安公到底是土地公廟還是馬祖公 那在這一段一個月的過程當中 我看了很多的資料 然後跟村裡的人做互動訪問 還有看他們的祖先胎肯的一些資料 結果是發現這個馬祖田村九城 全部來自於福建那個泉州安西 那麼那個地方是帶魅州媽祖 魅州媽祖的特色是軟生 軟生媽祖 就是頭是硬的但是不止裡面 就是外面有衣服 裡面是空的 跟台灣的有的媽祖是不一樣的 魅州媽祖是不一樣的 這個富州珍在幾年前到泉州去 確實也有看到 那村人鄭金波他自己也提過說 菠薩菠薩我們的媽祖公慈安公 是軟生的媽祖 那富州生的家族 在康熙年間就來到媽祖田 十代有墓葬有書庆 有祖先的那個祭司的台位 一代一代都寫得清清楚楚 那為什麼慈安公會變成大家口耳中的土地宮廟 我在這段時間花了很多的精神 還有這兩年在楚田裡的見聞 我自己給他做的一個陳述 我希望就是說今天這個稿子出來 發給幾個重要的人還有村民的時候 你們要認真的看 而且去把裡頭不合理的地方找出來 因為祖田村在通常 媽祖公一定是在水邊、海邊 那媽祖田早期的時候就是一個渡船頭 慈安公就在百渡的旁邊 就像這個新莊慈幼宮 慈幼宮有上百渡、下百渡 上百渡是慈幼宮 那我們祖田裡的百渡 百渡口的宮廟就是慈安公 慈安公放的就是慈安嬤 也就是來自泉州的軟生的媽祖 媽祖一定有的 慈安公之名為慈 就是媽祖的一個代表 那為什麼會變成土地宮廟 因為在日據時期 日治的政策就是不要台灣的地方信仰 就是日本的神道和佛教 所以他能把台灣地方信仰 色彩濃厚的那些神器 全部木頭的就燒了燒掉 如果是石頭的就摧毀掉 這是第一個日治時代的宗教政策 這都是有樸有居的 有法有規的 全部都是史冊 可以去找出來的 這是第一個原因 政策的迫害 第二個原因 大安寮事件 日本人進來台灣的時候 在大安寮 九瓊林的地方 遭遇佩色波 也就是佩波嶺的義軍 還有樹林還是新莊那邊 這個就是被伏擊 當時派出22個日本人 只剩3個逃到板橋去 其他都在九瓊林附近被殺了 死了那麼多日本人 日軍當然就進來報復 在馬祖田莊這邊 殺了好多的村民 現在還有那個殺人 如果你們有機會可以去看 在那裡殺了好多的村人 那麼馬祖田村民 當然在這樣子的一個時代背景下 他們當然得了這個 叫做孔日症 孔日症 所有大大小小抗日事件 一百多個 最嚴重、犧牲最慘烈的就是 大一鳥媽祖就剩下這個 死了好多的人 所以在這樣的殺戮之後 在這樣子的政策迫害之下 所以我們慈安宮裡面的媽祖 當然消失得無以無重 土地宮就變成一個主神被敗禁 我覺得這樣子的說法是可以理解的 從此之後的人只看到土地宮 說土地宮廟不敢講媽祖宮 但是事實上媽祖宮 慈安宮這個慈字 還有他廟裡面的一些對聯 再再都在想著祖田聖母 那祖田聖母哪裡去了 我在想如外就是這樣的一個時代的背景造成 所以今天我們再回顧過去的歷史 一定要還原到一百年前兩百年前 我們這個媽祖田莊他的地底風貌 是山 這個你們看到的那個龍泉路那一帶 應該都就是水 就是水陸、水運的地方 水運、水陸的地方 然後山上這邊就是茶座 然後居民很多都是利用水運在往來 跟我們今天想像的 目前我們看到這個真的是難以想像 難以想像 應該回到一百年兩百年前去想像 當時的一個文化和時空的背景 是什麼樣子 很可惜 媽祖田處於文化的弱勢 所以他沒有機會把完整的 或是得到很多有利人士的重視 而加以記錄、宣揚、保存 所以今天我們再回來看 我們常常會在一個謎語當中 但事實上 事實上 我在做這個媽祖田真實的 這一個部分的寫作過程當中 我非常的感慨 因為真的很難想像 我這兩年看到的祖田裡 跟一百年前的那個祖田的風貌 是你絕對難以想像的 還有十安宮為什麼沒有媽祖 然後變成土地宮的這個廟裡 其實都是有歷史的脈絡可循 那我在這邊就是跟各位 就是我預告 就是我們在美雅老師總編的這個之下 會不久的將來會有一本 馬祖田的春史 那在那個部分 各位可以去對祖田村做一個了解 然後也多多給祖田村這一段過去 弱勢文化下的犧牲者 給他們打氣和聲援 這是我在這邊 剛才聽到各位在講 這也找不到那也找不到的時候 我就有一點有一點著急 其實都找得到 都找得到 就像我一個外來的人 能夠今天很榮幸可以為這個篇章 能夠寫下 而且有一個完整 稍微完整的概況 我也絕對不可能屏風捏漲 我絕對全部都是根據當地的人 給我的資料 還有一些史料 還有土城施工所 土城政府 他們也為這些做了一些整理法 那些資料全部收羅起來以後 做出來的一個出田的報報 那也就教於各位先賢 還有各位學者參加 謝謝 李師長還有我們在座的各位 來自嘉義的好朋友大家好 那個其實剛才那個李師長講的 這位李師長講的很好 他是說我們馬祖田缺少了一些資訊 這是我長期在馬祖田工作的一個心得 就是說因為我是負責在訪談的部分 因為在地人他們是屬於比較中病的社會 因為傳統來說都在這個山上工作 所以他們資訊一個不發達 第二個就是也不太適自 所以長期以來他們就是因為這樣子的土地問題 然後你後來就分分的搬到很有 有的山下就長居了 所以現在在山上的付出也不太多 現在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需要的就是一個資訊的平台 這是我現在發現到的一個很大的弱點 因為你在網路上會搜尋不到我們的資訊 這是我們要加強的地方 當然是很感謝各位今天來做這樣的關心 但是我們在地人就是因為這樣子的 有一些熱心的人就像李老師還有榮台 還有我們那個王登坤女次長 我們就來儲成這樣子的一個儲成社照協會 希望往後能夠在這個地方多做努力 因為我們在地人不是不關心 因為他們真的就是因為必須要跟媽持有功 簽一個十四條的不平等卓約 這個卓約是有一條就是說 我叫你在三個月裡面搬遷 你就要馬上搬遷 而且要無條件拆除地上路 這是他的租月裡面的內容之一 所以這個整個村莊大部分都是不敢出聲 經濟寒殘 就是大家都會叫我出來平康 他會叫我媽就叫我搬家 是怎樣 所以其實他們心裡都是很 有很大的怨氣 但是沒有辦法去出聲 所以這就要靠說網路上的資訊來做 這是我們一定要做到的地方 也希望大家能夠今天來參訪了以後 把我們的新生帶到每個角落去 讓大家知道我們土正有一群這樣的人 等待大家的關係 謝謝大家